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 除了让全球市场担忧而起起落落之外 连美国国内也传出了忧虑的声音 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早前就警告说 现在中美两国正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如果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没有找到合作机制的话 那么将会发生非常遗憾的事 而曾经为中美建交立下汉马之功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警告 中美贸易战可能将太平洋 两大巨人给卷入一场真正的实体战争当中 他表示如果让这场贸易冲突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最终结果恐怕要比在欧洲20世纪发生的情况更加糟糕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举办的 《彭博创新经济论谈善》表示 中美冲突可能会失控 而且杀伤力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更大 基辛格表示 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 他们之间的持久冲突是没有赢家的 如果这种冲突导致永久性的冲突 那么他的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现在的中美比冷战时期的美苏规模更大 基辛格更担忧地表示 假如出现一种情况 美国跟中国开始严重敌对 然后接近所能地去寻求对自己在全球层面的支持 那么后果将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们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不太认识这位 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那这位年龄96岁 比我们首相马哈迪还大两岁的老牌政治家 是尼克松总统时代的国务卿 那一直以来被视为是1970年代 中美历史性破病的筹谋者还有工匠 1971年在美国跟中国依然没有邦交 没有来往 甚至可以说是两国还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 他却负起重任 通过在其他国家转机 然后秘密访问中国 跟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等人举行会谈 那之后才促成了半年之后 美国尼克松总统在全世界都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下 闪电访问中国 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一时是轰动全世界 那当时中美两个大国的交往呢 由此破冰 也拉开了40年间的交流跟互动 自此之后啊 基辛格他也被誉为是中国的老朋友 前前后后他访问中国上百次 跟四代中国领导人都有密切的交集 那正如很多国际媒体形容的 基辛格在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交往当中呢 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他观察中国 研究中国怎么样从一重二百中崛起 也一直分析中国政治跟社会的发展动态 因此也有人说 他应该是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那对于早前有人说 迅速崛起的中国将会跟美国等传统西方强国发生冲突 而中美之间将不可避免的 掉入所谓的修西底德陷阱中的说法 那基辛格在他八年前出版的《论中国》这本书当中呢 就严重的驳斥了这样的理论 所谓的修西底德陷阱 那这个说法源自于古希腊名历史学家修西底德 那他认为呢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跟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的时候 双方面临的危险呢 多数都会以战争告终 就是老大老二啊 避免不了会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把这个理论放在现在的世界局势里 分析师认为 中国的崛起呢 将会威胁到美国作为老大哥的地位 而这两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世界也将因此陷入新的冷战 但八年前 基辛格就断定 崛起的中国跟守城的美国 不会陷入大国搏杀 双方是可以寻求共赢 两国的关系的前景应该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对手 但是从现在的局势看来 从他刚才的警告看来 中美两国究竟能不能够走出 修西底德陷阱这个理论 相信他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了 那有评论就指出 无论基辛格多了解中国 毕竟他已经在白宫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现在的白宫主导的都是鹰派人士 把中国看成是眼中钉 再加上一切以美国优先 要把美国再伟大起来的特朗普当总统 中美两国会不会擦枪走火 最终会不会陷入这个修西底德陷阱这个宿命 真的没有人说得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